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成像方式 刮擦全息 举个例子 在一些黑色轿车的车盖上 有一道道抹布留下的划痕 光线反射后 进入我们眼中的是一个个亮点 组合起来刚刚好是人的手掌印 如果你来回走动 还能看到手掌印级的变化 非常神奇 虽然说在上世纪30年代 汉斯维尔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但真正开创这种作画方式的是威廉比例 绘制方法很简单 以这棵圣诞树为例 首先沿着图案边缘均匀的画点 间隔越小越好 然后将图纸粘在一块黑色的亚克力板上 现在拿出一个分规 它的两端都有钢针 让一端扎在刚刚标的点上 另一端在板子上画圆弧 就这样固定住分规两端的距离 依次换点画圆弧 就得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板子 把它拿到室外观察 在特定的角度下移动相机 我们就能看到一颗漂亮的悬浮圣诞树 除此之外 还可以尝试用圆代替圆弧 比如这个正方形 沿着边缘的点画半径一致的小圆 然后在线段焦点的地方 画一连串的同心圆 最终在台灯的照射下 我们能看到一个立方体 这是因为如果是一道圆弧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亮点 而如果是一个圆 我们同时看到上下两个亮点 对于同心圆来说 更是一道过圆心的亮线 它能把上下两个图形连接到一起 咱们再来看个三角形的金属雕刻圆盘 当时用一个点光源时 能出现两个四面体 当时用两个点光源时 能出现四个四面体 那既然如此神奇 为什么刮擦全息 没有应用到生活中呢 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可视角太小了 需要光源和角度的配合 并且图像还会发生形变 2008年马特·布兰德利用数学计算 展示出了一种无机变的镜面全息技术 不过它也只停留在了艺术层面 现在的商家更愿意使用 直接印刷的3D图 毕竟制作起来方便 成本也低廉 但不可否认的是 刮擦全息真的是一种很酷的成像方式